你好 今天我們又是三姊妹要來出遊了 沒錯 妳剛才看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在金山的皇后鎮 我們這次訂的是露營車 升級了 對 我們不再走那什麼飯店奢華路線 我們三姊妹也可以來 這算降級吧 可是對啊 這樣算降級吧 現在立馬 熱騰騰的 來開箱給大家看 來走走走 走 我們想說我們三個女生 我就選比較隱密一點的 房車 對 我們是26號 都要告訴大家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上那個 部落客人家介紹啊 26號是最隱密的 真的假的 對啦 是真的 認真 你們在做功課的時候 你都在幹嘛 睡覺吧 睡覺 他那時候在睡覺 對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 煮飯啊 吃東西都會在 休息區 對外面這一區 洗碗巾 衛生紙 都有 這邊有冰箱 然後有附這個 是可以喝的 因為三個人 它有鍋碗瓢盆 對 剪刀刀子 它有剪刀刀子 沾板 但我們也有自己帶 這邊就是簡簡單 那一個糖椅跟 溫泉 它就是 無味無色的 溫泉 他說這個可以燒水 就是接三泉水 然後燒 你就可以喝了 就有泡麵可以吃 欸我覺得這裡很酷 是這個 就它裡面是鞋櫃的設計 因為有時候可能戶外這種地方 你 會潮濕 對 出來鞋子是濕的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 注入 也是我第一次 老實說有一個潮濕味 對 有一個霉味 蠻重的 對 然後呢走進來就是 這邊有一個雙軟床 好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就是 感覺蠻正常 不會到太小的雙軟床 如果第三個人要睡 就是鋪在這邊 晚上可以鋪給大家看 我覺得蠻貼心的事 就是它有毛巾啊 然後沐浴用品都有 這裡有一台電視 又一台冷氣機 然後一樣電話 就是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打給它 衛生紙 茶包都有 其實真的不大 真的是不大 裡面是我們的廁所 來進去 來 比較簡單的那一種 還是說這個對露營來講算高級 因為我不知道 我就實話實說 我也不要說這個好還是不好 好 就是它就是那種轉世的水啊 你可以調溫度什麼的 然後一個小小的洗手台 跟馬桶 它這邊其實看起來都是有汙垢的 就是其實都沒有到很乾淨啊 但是 怎麼講 露營嘛 露營好像你也沒有辦法要求它 到底要多乾淨 這樣就介紹完了 因為露營車它空間就是小小的 對 然後我們一個晚上呢 是6,880塊錢 一個人其實也不便宜耶 好像滿貴的 而且我們其實現在算平日的價格 現在剛卸完東西 要去那個園區的地方走走 因為他們有那個門票 然後一個人100塊 他說可以用抵的 所以 我們打上去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抵 一直往下走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池塘 然後呢 這邊有小朋友玩沙的地方 小孩啦 我一直要跌倒 好 很適合帶小朋友啦 哈哈 待會 這個位置要跌倒 我們剛剛花了兩張券 換了這兩個東西 然後這個吐司要補40塊的差價 這個建築物叫海盜鍋 然後剛剛那個人員跟我們講說 他是吃火鍋的 早知道我們就不要去買食材 就吃火鍋 沒有 我跟你講 來露營就是要自己做東西吃 而且你又不知道多少錢 我們肚子真的太餓了 然後還好我們剛剛有自己帶了油飯來 用下這個剛在全聯盟的鐵板麵 完成了我們的鐵板麵 蛋液 這樣子 而且他正在 他們我記得我在家裡吃沒有那麼好吃啊 沒有他就是這麼好吃 然後在外面吃會更好吃一點 這個天氣然後這個露營之後 喔 鐵板麵吃完了現在是 4點的18分 我們打算要來開始備料了 李姊姊他自己又煮了那個水煮蛋帶來 喔唷不要講了他很像什麼都準備得很好啊 他蒸完然後沒可以出門 我們還回家在拿 對啊 我跟大家說我們這次露營呢 就是六個字 有情調不浪費 有情調 不浪費 露營我們不能隨隨便便 本來我們還想說帶個塑膠玩什麼的 但我們後來決定不要 我們又很有情調 可是我覺得我們帶的這種鐵板 才有點更沒情調 大家看一下 什麼沒情調 這種鐵板然後什麼情調 但是沒情調 他有中我們第二個點啊 不浪費 我們不用數這樣 對對對 愛地球 我們今天的晚餐就是 韓式部隊鍋 是不是看起來很厲害 對 沒有現在還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在剛主階段而已 然後他們兩個誇人屎 真的 越晚越冷 而且是突然下雨 所以如果冬天有來的朋友 我們可以穿這種大衣 欸等一下 我覺得這很酷 就是你們兩個穿著很多 然後這個帽子煙 看起來是不是有模有樣啊 我們剛剛在組裝這一鍋 你知道部隊鍋的精神是什麼嗎 是什麼 分區進行 每一個料都要給他分區 那就是部隊鍋了 豆腐是豆腐 火腿是火腿 蛋是蛋 年糕是年糕 玉米筍是玉米筍 一去一去給他這樣 不然會活過去了 對 對 對 然後然後 然後 泡麵中間 起司 最後 那就是部隊鍋了 啊 活太大了 哇 它在噴耶 怎麼了 不要那麼圓 對啊 可以回來了 有情調 有沒有 沒有 這真的有點情調 我們現在準備在要拍封面罩 突然聽到一個聲音 對 突然 你幹嘛要來啦 你很煩耶 排裝都下去了 這裡算什麼 欸 不是 那天叫你來 你是不是偷看我們冰棒 沒有啊 滾 真的給我滾喔 滾 走開啊 這個時間算很準耶 因為我們煮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滾了的狀態就是 非常非常的部隊鍋的狀態 然後我們還要買了一大堆零食 一大堆吃的 因為我們家就是怎麼樣 化二道 欸 吃飯囉 吃飯囉 洗手洗手吃飯囉 阿婷 我們沒有打算放兩包麵 你自己也要吃的 自己去旁邊煮 我們的部隊鍋就是一包泡麵 對 我們三個女生一包泡麵就夠了 看到弟弟是蠻開心的 你呢 我 還好耶 因為 早上來看 但是他來可以幫我們拿一些東西回去 所以這點的話是蠻開心的 我覺得這是我開心的地方 因為我想說那些卡士爐什麼的 明天要再搬回去好累 但是他來我就叫他帶回去 你是不是放不下我們三個這樣在戶外 沒有 你是不是偷看我們冰棒啊 沒有 不然你來吃一下部隊鍋 然後跟大家講我們煮的怎麼樣 就你的口味 很好吃耶 因為那個 清清淡淡 清清淡淡 真的很重嘛 這是部隊鍋的味道啊 我跟你們講怎麼調要不要 講你們 你們先煎火腿然後炒洋蔥 加這個辣醬 鹽巴糖就好了 就這樣 比例呢隨便加 自己想怎麼加 按照個人喜好 好啦阿婷算有點作用啦 他居然帶這個熱巧克力來給我們喝 他懂錄影耶 我不懂 對 我不懂 可是我現在真的很想來一杯熱巧克力 對 吃飽喝足了 來阿婷 洗完 對啊 你要去 賴太重了 做點事情嘛 來我們準備收拾收拾 然後 該洗澡的洗澡 可以泡裸湯嗎 在外面 因為我們都沒有帶泳衣 所以如果你要泡的話 全身脫光 OK好 好啦看到阿婷其實也是蠻開心的啦 好不好 畢竟等一下我要泡裸湯不太能拍 而且 我泡裸湯你也不是沒事情做 因為你要在外面幫我尋 看有沒有人走在走去 不是我幫你拿那個那個什麼 毛巾在旁邊 對 然後你要說 嗶嗶嗶嗶 有人在泡裸湯 這樣不是更明顯嗎 對啊 明天早上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睡一晚的心得好不好 早安 理解感人化人事 早安大家 我們一早起來 外面就放了我們的早餐 然後呢 他這邊有附菜單 看起來是不是很可愛 很像月子餐 東西蠻多的耶 我全部把它拿出來好了 全部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蛋 肉 水果 然後這個是千層麵 這個不是蛋 然後麵包 沙拉 然後這個是玉米濃湯 他們剛剛以為那個是柳橙汁 然後在那邊跟我講柳橙汁 阿滴姐現在吃的是他昨天阿婷買來的 他太餓了 這個都吃不完 你吃這個啦 好多肉吃肉啊 那我們就要吃一吃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們覺得哪一樣好吃 我真的想跟大家講 你們有沒有聽到後面那個 吃公升 真的讓我覺得很吵 早上就開始了 我覺得 就是建議他們可以以後下午再開始施工 因為真的很吵 就感覺在你耳邊一直在那邊咿咿咿咿 你聽到沒有 來我們來這個水池旁邊做這個ending 因為我們等一下稍微說就要離開這個園區了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錄影 所以呢 我覺得第一次用這種入門款體驗還不錯 就是都不用自己準備 對 裡面也有廁所 雖然說可能沒有那麼乾淨 但是我覺得已經算露營來說 應該已經算滿高級 對 而且他還有免治碼頭 他外面整體空間我覺得三個人來說 非常夠 雖然昨天有不樹枝客 對 他外面算 神秘嘉賓 不要這樣吃我弟弟喔 神秘嘉賓 雖然他外面是戶外 可是我覺得他桌子椅子都很乾淨 對 就是你看起來可能會覺得他髒髒的 可是你摸是完全沒有灰塵的 因為那個髒就是不可避免 就像你家裡一定會有地方酒了 對對對 包含今天的早餐就是一送來 感覺他有在用心 對 雖然說他沒有很精緻 可是他總 有啦 我覺得以露營來說算精緻 算滿精緻的 對 就是你不能跟外面餐廳做比較 對 不要用那種飯店的規格去比較 就只有我們自己會這樣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他的價錢其實跟你去住外面飯店 差不多啊 可是因為我覺得要維護這麼大的園區來說 就是這個價錢我覺得還算很合理 因為他園區很大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偏小貴 我昨天晚上在這邊泡湯我覺得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要來可以帶泳衣來 Beginning Beginning 你要連身的也可以 推薦大家戴室內脫 你就不用脫來脫去 大家一定要戴外套來 因為晚上會變很冷 就是我覺得他外面還有一些適合食 是很適合小朋友玩 比如說有一個大的沙堆 對 會想帶小朋友來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就三姊妹出遊 但是一定會有下一次 因為阿婷又來了 下一次絕對會到那個 到不了的地方好不好 好 OK好 大家掰掰囉 掰掰